雖然關卡時間可能會縮短 但基於零件 影片開始時 大家可以按個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玩 SD Gundam 激鬥同盟 9月29日有個新 DLC更新 今集會為大家介紹一下新 DLC的關卡 以及新機體有什麼值得大家留意 我們馬上去片 首先介紹了 DLC 關卡 今次將會推出第二彈的 DLC 關卡 一共4關 2A 2B 2C 2D 頭兩個關卡主要獲得新機體的碎片 包括了騎士超越之龍 以及Mungoda 基本上都不會用這兩個關卡來刷任何零件 收集完機體直接跳到2C和2D關卡 介紹了2C關卡 關卡一開始會出現魔鬼高達 第二波的神高達 民主高達 超絕模式 最後一波騎士超越之龍 一共3波 關卡可以獲得特別的零件 EX 裝置極 No.3 提升副武裝的攻擊力 跳躍消耗噴射量 以及仇恨值 除了可以獲得獨有零件 亦可以獲得魔鬼高達的α和β DLC 2D 關卡一開始 大概有6隻零件給大家挑戰 挑戰完第二波會有龍飛 以及達格多爾 到最後一波會有 Turn X 和Turn A 黑歷史 本身看到這次的關卡有Turn A 黑歷史是有點期望的 但是仍然未知入手方法 希望官方日後會多了一些隱藏元素 可以方便大家入手這些特別的機體 而D 關卡可以獲得EX 裝置極 No.4 可以提升主射擊 副武裝 使用次數 效果和新治護號是一樣的 但是你會看到效果2和效果3 是沒有任何提升射擊攻擊力 只是會減少噴射量 以及防禦量表的回復 所以兩個關卡都不太建議大家去查 雖然關卡時間可能會縮短 因為全部都是挑戰MA為主 時間大概可以維持到2分鐘以內 就挑戰完成關卡 但是基於零件加成的效果方面 個人就會覺得新治護號Beta會更加實際 介紹完今次DLC的關卡之後 介紹一下今次DLC的機體 首先介紹了Moon Godd Moon Godd也是全能型機體 全能型機體主要看回它的技能連招 以及SPA大招造成的威力 第一件事先看看這部機體的屬性值 血量值2118 噴射230 格鬥659 射擊525 我們可以比較上一旦的DLC兩部機體 都是屬於全能型的 包括了聚術高達和HFX 除了血量值比較高之外 射擊數值和格鬥數值都是偏低水平 然後看看這部機體的武裝分佈 雷射武裝分別有主格鬥 主射擊和副武裝1 物理武裝的有副武裝2 以及SPA大招 接下來看看這部機體的武裝 首先普通格鬥雷射戰斧 可以造成三段攻擊 總傷害650點 目前來說個人認為是最欠價的 不論普攻次數和Hit數 都是非常不理想 以及總傷害都是目前來說最低 完全不合格 然後副武裝1 老波傳導版 盾 雷射格鬥 彈數量彈 CD19秒 這個副武裝1有點特別 他會造一個防禦的形式 防禦的同時 再重複這麼多次副武裝按鈕 會投擲傳導版去攻擊對方 傷害值方面 380點 總傷害760 個人認為副武裝1 是這部機體最特別的地方 可以透過這個武裝 去做防禦 防禦之後 也可以再進行攻擊 破平衡值的比例 比想像之中理想 但是使用了這個武裝 是觸發不到Just Guard 所以大家要看情況而使用 然後副武裝2 都是老波傳導版 標槍 彈數兩彈CD24秒 傷害值627 兩發一共1254 可以重複使用副武裝1 再接副武裝而破對面的平衡值 武裝攻擊速度比想像之中快 然後到SPA大招 老波傳導版 都 屬於文理格鬥 威力值3800點 武裝傷害值方面 我們可以比較上次兩部DLC機體 普通格鬥 FX目前最實用 可以一次過造成10Hit 再加5段普通格鬥 副武裝1 目前FX最理想 可以做到1245傷害 但是Mungoda 最特別的地方 可以進行防禦 防禦之後 再進行攻擊 可以破對方的平衡值 然後副武裝2 可以造成1254點的總傷害 都叫合格位置 最後SPA大招 都是FX領先 3978 造成1Hit Mungoda的3800點傷害 造成10Hit 然後介紹一下這部機體的連擊方法 連擊方法方面 可以透過特格 或者橫格 去接副武裝1 和副武裝2 施放完副武裝1 可以just cancel 接回特格 但是不可以接回橫格 普通格鬥可以3加2 再加1 然後接特格 或者橫格 然後介紹一下空中連擊 可以透過3加2加1 或者1加2加3 然後特格 副武裝1 副武裝2 再重複接回 3加2 特格 副武裝1 副武裝2 如此類推 沒有了BOOST 可以直接用連鎖爆發 或者墮地一擊 去接其他不同的combo 總結來說 Moon高達傷害係數2顆星 連擊係數只有1顆星 招式速度偏快 給3顆星 雙手難度2顆星 總評價只值2顆星 如果大家想用全能機 我寧願大家用上一次 DLC的FX會更加實際 機體都有優點 副武裝1和副武裝2 速度偏快 可以透過這兩招破對方的平衡值 而副武裝1也可以利用防禦這個機制 然後打波反擊 破對方的平衡值 可惜身為全能機的 要依賴SPA大招 但是連擊係數偏低 很難可以用更快的時間 去跌到SPA大招 大家對今次DLC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可以按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以及分享給你們身邊朋友仔知道 支持創作可以按加入鍵 成為本頻道會員 下部影片會介紹最後一部新的DLC機體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